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束也就意味着这个月流落在阳间的这些孤魂野鬼他们也该回家了他们的假期结束了 可是呢虽然阴间的这些孤魂野鬼这些好兄弟们他们回家了 但是呢台湾的社会并没有因为这些好兄弟他们回家了以后就变得比较平静或是比较平安 反而在民进党换养的垃圾官员以及那些下贱无耻的1450有计划的颠倒黑白兴风作让之下 将台湾这个原本就非常脆弱的低智商社会搞得乌烟瘴气搞得社会更加混乱不堪 我就举几个最近我看到的例子给大家听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民进党所豁养的这些1450他们现在的业务范围似乎有扩大的迹象 不但从有计划的带风向洗脑台湾的白痴年轻人到打击台湾的政治人物 现在更将他的业务范围伸向对岸 也开始用他们一贯的手法用栽赃用抹黑用一石恶鸟甚至于带风向甚至于洗板的方式 有计划的开始打击在对岸发展的非常不错的台湾艺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说到这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我口中所谓的台湾艺人说的是谁 只不过呢在说之前我还是得先奉劝一下 不管是国民党的高层也好 或是那些泛兰的名嘴也好 我真的麻烦你们 在你们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以及事情的内幕真相之前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急着 就中了绿云以及1450的圈套 怎么说是绿云跟1450的圈套呢 其实张军令这次被所谓的小粉红出征的这个事情 在我看来根本就是台湾的1450 他们收了钱以后 有计划的设了一个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想打击张军令 但是事实上却是想故意挑起两岸之间 年轻世代的互相仇视跟互相对抗的奸计 那他们具体上怎么操作的 我先把他们操作的项目大致分成几个类别 先跟大家说让大家有印象 大家听完以后就可以大致了解 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什么了 首先当然得先设定一个稻草人 以方便他们攻击 而且这个稻草人最好在两样老百姓 或是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具备有一定的知名度 才方便他们接下来的操作 然后再由台湾的1450假扮成小粉红 先对这个台湾的知名人物发起攻击 而且攻击的方式都是先攻击这个知名人物 一个小的事情 比如说像张军令硕士论文里面的小毛病 然后再把这个小毛病 无限放大成政治事件 让他变成一个好像触碰到两岸的敏感问题 等到这个事件发酵差不多以后 再把这样的一个事件 故意让大陆的真正小粉红知道 接着只要等大陆的真正小粉红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只要这些小粉红开始生气 开始转发 开始爱国心被炒作起来以后 整件事情就大功告成了 这就是这一次台湾这些无耻下见的1450 他们把台湾的艺人张军令 抹成台独的三部曲 那为什么是张军令不是别人 其实我告诉各位 我合理的怀疑张军令可能不晓得得罪谁了 因为从整件事情看起来 大家不觉得很荒谬吗 请问11年前张军令的硕士论文 里面有出现我国这两个字 请问这件事情 除了台湾人以外 有谁会去注意 所以把这件事情挖出来的 绝对不是大陆的小粉红 保证是台湾知道他过去 而且跟他非常亲近 甚至于可能跟他一起念书的人 才会知道这件事情 我这样说对不对 因此张军令的路人事件会曝光 有可能是台湾人自己下的手的状况下 那大家是不是会问 为什么台湾人要这么做 到底不就很简单了吗 不就是为了利益 跟故意要引起两岸年轻世代的冲突 这样的目的不是吗 那利益是什么 很可能就是来自同行之间的竞争 所以刚才我才说 我合理的怀疑张军令 可能不晓得得罪圈子里面的谁了 要不然就是他可能在大陆发展的太好了 太红了 赚了太多钱了 因此引起别人嫉妒 引起别人眼红 才想在他背后下手 用这种办法整他 也是不无可能的事情 只不过这些在张军令背后下手 想要整他的人 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目的曝光 因此呢 才找上台湾的1450 让1450假扮成小粉红 把整件事情搞得好像一个政治事件 然后再把整件事情 故意透露给大陆真正的小粉红 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去无限炒作 无限爆棚 把整件事情的焦点模糊了以后 大家想嘛 当大陆这些真正的小粉红 开始攻击台湾艺人的时候 台湾这些无知被民进党洗脑 这些年轻人看到了以后 他们会怎么反应 他们是不是一定会起来反抗 跟大陆的小粉红 抬杠到底 或是携战到底 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一定会发生 所以把两岸年轻人 搞到互相仇视 互相憎恨 也是这些台湾的1450 以及民进党这帮畜生们 他们内心所盘上的 如何分化两岸年轻人感情的 另外一个目的 这才是张军令路人事件 有可能的真正来龙去脉 只不过很可惜的 台湾很多蓝营的政治人物 跟政治名准 你们在根本搞不清楚 台湾的1450 是怎么操作 这样的议题的状况下 你们误判形式的 去先指责了大陆的小粉红 把队把这个台湾一人 说成台独的事情 说成是大陆的小粉红 先发动攻击的 其实真正发动攻击的 根本就是台湾的1450 假扮的小粉红 你们在政治诈骗 这一块还是太嫩了 才会这么的 就中了台湾的1450 一石恶鸟的奸计 其实要破解 要对抗民进党 这种专门利用 大陆小粉红的爱国情绪 来炒作台湾台独议题的 这种政治伎俩 也不是没有办法吗 那办法是什么呢 办法不是很简单吗 你只要告诉大陆政府说 你们要是觉得 一边想要赚你们的钱 一边又想要搞台独 这样的事情 你们不能忍受的话 那就应该麻烦你们的小粉红 赶快去告诉你们 中国大陆政府说 麻烦你们大陆政府 不要再让台湾的台商 或是任何台湾的企业 能够从中国大陆 赚到任何一分 中国大陆人民的钱了 因为台湾的民进党 促身政府 典型的就是用这种 一边赚大陆人的钱 一边在骂中国大陆 甚至还一边搞台独 一边骂你们是 土匪政权的垃圾政府 像这样的一个促身政府 你要是还是继续纵容他 让他这样无休无止境的 一边搞台独 一边继续赚你们的钱的话 那你们又如何有资格 去骂一个台湾艺人说 他一边搞台独 一边自称我国呢 所以请贼先请王 我建议中国大陆 先把民进党这个 促身政府给收拾掉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就算武统台湾 我都双手赞成 只要把民进党 这个最大的台独 货源给消灭掉了 我相信在杀鸡儆猴的气氛底下 台湾就再也没有人 改用这种方式 一边赚你们的钱 一边在骂你们了 最后呢 我也想劝告一下 大陆的小粉红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伎俩 以及你们攻击别的方式 也该好好加强进步一下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建议你们参考一下 台湾有一个驻日大使 他最近所做的一个 标点以及下进促身的行为 你们就可以知道跟他比起来 你们这种攻击别人的手法 是多么的弱 多么的低能 多么的没有办法跟他比 那台湾的这个驻日大使 他是做了什么样 无始下奸的事情呢 来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 请你们看一下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上面是不是说 这位台湾的驻日大使 他的儿子在几年前 做了一些狗屁刀招的事情 被警察拦查了以后 居然还呛警察 还让这个警察饥饿大过 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在几年后 被一个退休的警察爆掉出来以后 这个不要脸又下奸 使驻日代表 他居然就狠狠的呛这个爆料的人说 要他不要拿共产党的钱 有什么事冲着他来 他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说 这位爆料者为什么爆他的料呢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给了他钱嘛 所以呢中国共产党你们还真无辜啊 反正有任何事情 就算是民进党杀人犯火强奸妇女 只要他们说一句说 哎呀会发生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给了钱以后 才发生的 因此台湾老百姓 你们就不要怪我了吧 假如台湾老百姓 你们还是继续这么愚蠢 还是这么的继续相信民进党说 任何事情犯任何的错误 都是因为中国大陆给了钱的关系 才发生的话 那我只能说 台湾老百姓就继续存下去吧 反正等到所有的自询灭亡的因素 都冲着台湾老百姓而去的时候 台湾老百姓到时候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天作念有可为 自作念不可活了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